大家好,我是小娜 今天来我们的镇上买点熟肉 大家跟我去看看现在什么价格了 走 老板,这是今天刚卤的 刚卤的 你是不是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一整套下水都给人家买了 一整套下水多少钱? 好几百块钱 买一套就好几百块钱 现在都贵了,都涨价了 你看,这还不熟 猪蹄子 这是猪脸肉 猪舌头 这是肠子 咱们今天先拿点肠子和舌头吧 不要肠子,拿舌头和猪心 好吧 说拿啥就拿啥,反正你爱吃 拿两个舌头 拿一个猪心一个舌头吃完再买吧 猪蹄子 这猪舌头咋卖了 这个舌头25 25 这个猪心呢 一样,都是一样 便宜了吗 现在没法便宜 都是贵了 现在 下水贵了 下水贵了 还是没涨价 还是在家里看 下水贵了 你这肉没涨价 没有 拿下两个吧 拿个大的舌头吧 拿个大的舌头 拿个大的舌头 拿一个猪心 拿个猪心 猪蹄子咋卖呢 猪蹄子18 比那个便宜点 嗯 咱们买猪蹄子吗 你吃吗 我不吃 你吃啊 那就要一整个猪脸吧 不行 拿一整个猪脸算了 咋卖呢 猪脸是16 不再便宜点吗 我要一大块 大块是最低价了 最低价了 那我看怎么创事还有卖12、13的 有那不好的 再创吧 创一整个 挑一个 你说要哪一个 你给我挑个好的吗 挑个是瘦一点的 这个行吗 就这个 撑一下它多少钱 好 这个34 34 嗯 这些呢 这个还没长 34 42 一整个猪脸才30多 买了这两个 下水就40多了 一个舌头 一个猪蜥嘛 煮上最好吃的东西 76块钱 嗯 可以转微信 哎呀 熟肉比熟肉贵得多呀 不过这个猪脸不贵 我买了一整个猪脸才30多块钱 这个舌头和这个太贵了 猪蜥太贵了 哦 比这个还贵呢 你们那边的 现在这个熟肉什么价钱呢 这里是农村家园 下次我们再见 谢谢